現在你的視力是多少 差點眼睛 是 視力已經接人生命 可能只剩下右上角 看得光同影 明白 基本上有人走過 或者遞東西給我 我也不知道 好的 左眼那邊好的 有六、七成的視力 你看得清楚我的臉孔嗎? 看得到嗎? 可能會萌一點 萌一點 可能不知道哪個主持在這裡 悶了, 其實我是六號名 如果我給你另一杯水 你的距離感… 看得清楚, 兩隻手這樣摺 這樣就要穩妥一點 這就關乎你兩隻眼的視力 差別比較大 所以就形成這個距離感了 是 距離感越來越差 大大影響Cashie日常生活 就連夾數這些基本的動作 都非常困難 下樓梯的時候也要步步遺形 如果每級沒有明顯的標記 她看不清楚吸與吸之間的距離 但靠左眼剩餘的六、七成視力 很多東西都看不清楚 唯有控制一點 又或者用手機拍下來 然後放大來看 這個病為Cashie帶來很多生活的不變 也局限了她日常生活 現在她的活動範圍 只限於家裡和公司附近 醫生如何去治療你呢 右眼的情況其實已經很差的狀態 是… 所以就先好那隻左眼線 左眼那邊好那邊的眼 就做了小樑切除手術 是… 可以維持大約十年左右 對, 甚至是眼藥水也可以停止 小樑切除手術 是傳統的青光眼手術之一 醫生會在拱膜位置開一個噪口 然後切除一部分小樑 令眼睛裡面多餘的防水排走 降低眼壓 防止視神經進一步惡化 對, 讓眼睛變得更差 差一點的眼睛 一開始也有做到小樑切除手術 效果不太好 現在我是上眼皮和下眼蓋的位置 加了一條管仔 縮到眼球裡面的水分 令到壓力沒有那麼大 導管應該叫做青光眼的引流佛 將一條膠管直到眼球前防的位置 將前防水引流出來 通常這條膠管的末端有一個佛 眼壓高到某一個水平 它才會放些水出來 可以增加眼球的排水 從而降低眼壓 希望達到保護視神經的效果 Kashi的右眼 曾經接受過兩次青光眼 引流佛脊入術 但是效果明如理想 所以譚教授有以下的建議 為什麼導管會不再運作呢? 很多時候是因為在導管出口的位置 有些疤痕形成了 我估計你也會有不少疤痕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節狀體的光型術 其實可能也可以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節狀體是製造潛防水的組織 透過局部凝固節狀體 從而減低製造潛防水的能力 目的都是減低眼壓 不過你有心理準備 它一定不是永久的 一至兩年左右 可能要再重複做一做 才能夠保持眼壓低 點沛 人類會有支援 好 我們